不好意思啊 我化妆呀 迟到了 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看你胖成啥样的 化妆有用吗 你少说两句吧 弟妹 快吃饭吧 她本来就那么胖 怎么 还不让人说了 好笑吗 我这个人嘛 就心直口快 你是长着直 那也不能张开口就拉呀 心直口快和口无遮拦 这是两码事 这叫教养 你有教养 那你说 什么是教养 教养就是 在矮人面前 不谈身高 在穷人面前 不谈金钱 在胖人面前 不谈体重 在病人面前 不谈健康 在失忆人面前 不谈成功 不在别人的短处里 找快乐 这就是教养 这结婚之前呢 她还能看 这结婚之后啊 她就像一座大山 看着我难受 人家结婚之前 是什么都好 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 是什么都不好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客妻呀 你嫌你媳妇丑 那可能 是跟你待久的原因 女人婚后什么样 取决于男人 她婚前长得像刘若茵 婚后像猫头茵 人家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 你媳妇是个贵妇 那你就是大款 如果你媳妇是黄脸婆 那你就是窝囊废 这就叫 挨着金卵店 必长灵芝草 挨着臭毛房 必长狗尿台 可是我说的没错呀 她就是胖啊 她就是黄脸婆呀 那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你干了这么多年 你的工资也没整啊 就你那辆破车 也没见你换啊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对老婆不好的男人 自己也好不起来 这有些话吧 自己可以说 别人不能说 你老婆可以说自己胖 但是你不能说 你可以说你自己混得不行 但我不能说 自己说叫自嘲 别人说 那叫侮辱 嗯 有道理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是吗 成年人的玩笑 对方觉得开心 那就是玩笑 否则就是霸凌 别人可以自嘲 但是你们不能复合 因为自嘲是谦虚 复合是藐视 为什么人要长两个耳朵 一张嘴呢 就是要多听少说 我们的语言和声音背后 都预含着能量 语言不仅仅有字面上的意思 还有情感 一句话可以点燃别人的一天 也有可能是压垮别人 最后的一根稻草 所以夸奖别人的话 要脱口而出 灵毁别人的话 要三思而行 对着镜子夸奖自己 在外面要夸奖别人 尤其是自己的老婆 老婆 姐说的对 你不胖 你挺可爱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